您好 一九零九 您点的水果到了 您好先生 您点的水果 我没点水果呀 小慧啊 是你点的水果吗 我没有啊 那 你让它拿进来吧 好 给了 谢谢啊 我就是觉得 我不希望你一个人 太辛苦了 那你走了我不是更辛苦 我要是到了东北 我这工资就能上扬 那我们家的日子 不就过得宽松一点了 对吗 只要你想做的 我都支持你 你不是嫌咱们这个家 太小了吗 对不对 你老爸走了正好 给咱们腾地方 对不对 我可实现生命啊 你们两个不能趁我不在的时候 侵占我的私人空间 我还是要回来他们 累不累啊 我给你按摩按摩 嗯 不用不用 最近这段时间啊 你也辛苦了 送你一个小礼物 我老了 嫌疾我了 你放心 有我了 你啊 千万别把自己熬垮了 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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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开门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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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来了 你啊 好 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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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編曲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以为你永远都不会出来 小人 我希望 大家都能够冷静一下 我也没有想到 我跟曹伟也会走到这种地步 我只是希望 我们现在能把伤害降到最低 你让我冷静 是想让我跟你讨论一下 在别人面前 怎么假装平衡 假装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吗 可这不是我们两个人的事 这牵扯到我们双方的父母 牵扯到孩子 这不是我们两个人就能决定的 这是我唯一可以自己决定的事 那你要我怎么做 你才能满意呢 我会带着杨阳一起搬出去 我要跟你离婚 我要跟你离婚 小人 我希望你能冷静一下 哪怕替孩子想一想 我们是一家人 这个家不能散 一家人 这个家 从你迈出这一步的那一刻机 就已经不存在了 这一步的那一步的那一步 夫妻创访 结婚有多久了 十五年 离婚的原因是什么 感情破裂 有孩子吗 孩子多大了 有 十三岁 双方律师调解 未达成一致的原因是什么 主要是抚养权归属 那是否愿意接受 本庭的调解呢 不接受 我接受 理论上 如果一方有疑议 庭内会充分给出调解时间的 你挑进 我不接受调解 我先好好聊一聊 我在外面等你 小燕 我们一定非要走到这一步吗 你知道我不是个不讲道理的人 走到今天这一步 是因为我们两个之间的感情出现了问题 谁对谁错不重要 即便是我现在原谅你 我们在一起勉强过日子 你觉得我们还会回到从前吗 没有信任的婚姻 没什么可谈的 有吗 有吗 你就在离婚行程上签字 有吗 我们就走四百程序 又来了 这个家什么都是你说的错 什么都以你为中心 你那些客户 谁不比我们重要啊 现在是你一直坚持要离婚 那你有没有想过 离婚对杨阳来说 它也是一种伤害 你这是要把对杨阳的伤害 加在我一个人身上吗 这件事情对杨阳 对你 对我 对咱们这个家都是伤害 那你现在什么意思 我不想跟你吵架 你我都是成年人 你冷静一下 做出选择吧 好啊 我选择 我选择言量 我不会放弃杨阳的抚养权 就算是离婚 她也跟着我 调节就到这儿吧 至于孩子的抚养权问题 我们开庭审理 具体时间会出具传票 给到双方律 给到双方律师 了 我先进去 很正常 你先进去 我先进去 你的手 真情 你